你现在嫌弃我丢脸了是吗 要我嫁人了是吗 嫁给谁啊 曼露是个年老色衰的舞女 父亲死得早有母亲病重 作为大姐 她辍学用身体养活了一家人 供妹妹读书还进了大学 有一个光明虔诚 可却被长大的妹妹曼征嫌弃 姐 你的烟灰 也从不敢和朋友提起她 担心自己受姐姐的牵连 妹妹讨厌曼露的势力 站在你右边的那个比较好 为什么 她嘛 看上去家底还很厚哦 曼珍听了就把头蒙进被子里 不愿再聊 曼露把这些都看在眼里 但她没说什么 还是很疼这个妹妹 听到客人对她有出言不逊 宁愿大骂客人 你妹妹要是跟你一起出去做 一定很厉害 我吃这个饭就行了 还有我妹妹 这是张爱玲最残忍的一部电影 由许安华导演拍摄 获得了多项金马奖奖项 一向疼爱妹妹的曼露 却毁了曼珍的一生 她到底怎么会这样呢 眼看快到了30岁 曼露的客人渐渐少了 回到家妈妈劝曼露赶紧找人嫁了 你都快30了 干这样行事没办法 能做一辈子啊 曼珍只能抱怨我这样想嫁人也没办法呀 她曾经有个青梅竹马的男友预警 男友对她很好 在她入行后看到有轻薄她的人还去打架 干嘛跟人家打架 我心情不好 我能怎么样吗 我要出去赚钱养家 你自己保证 无奈的曼珍只有辜负爱人 可心里还时常想着 毕竟那是她最美好纯洁的一段时光 而妈妈再次提到她 却是深深地刺痛了曼露的心 这次我回乡 听见说 张玉景现在很好 在县城那医院里当院长了 她到现在还没结婚呢 那怎么样 人家还会要我吗 没办法的她只能努力混迹在交际圈里 一开始她想嫁给王老板做三一胎 可王老板根本看不上她 连她递的茶都不结 只顾着和旁边的女人打情骂俏 还好她遇到了一个温柔对她的男人祝洪才 主动叫她到身边打麻将 赢了算她的输了算自己的 虽然祝洪才是个穷酸的商人 但也已经是曼露能遇到的最好归宿 婚后的日子里 朱洪才靠着曼露的左右打点 慢慢地也赚了大钱 自此以后 曼露也当上了别人梦寐以求的阔太太 但是身体却大不如前 因为工作的原因曼露落下一身的病 妹妹来了才开心起来 曼露向着炫耀新玩具的孩子 她不停吩咐是你做好吃的给妹妹 都是她们以前没吃过的 还拿出许多的新衣服 曼露接下妹妹的话喜滋滋地说 丈夫就是会买东西哄自己 看她不喜欢新冰箱的颜色就马上去换 可她的炫耀马上被朱洪才打破 妹妹尴尬地提出要离开 没想到朱洪才对曼震殷勤极了 一个劲地说请她去其他房间看看 久经风月的曼露哪会看不出男人的心思 等妹妹走后 生气地发火 你是什么东西 有几块臭钱 就好像做皇帝 要这个要那个 不要说我妹妹 就我嫁给你的时候 你是什么 穷光蛋 太马屁不要脸 动不动就讲这些废话 我一天是穷光蛋 你什么东西 不要脸的烂货 你骂我 我骂你 我还打你呢 离开 曼露被丈夫打了后 就被一个人扔在房里 她呜呜地哭泣 但又很快平静下来 毕竟以她的出身 除了留在住家又能怎么样呢 可貌和神离的婚姻始终是冷漠的 等她生病的时候 仆人赶忙去找朱洪才都找不到 妹妹来看望病重的曼露 她问妹妹现在和男友怎么样了 有机会就抓紧时间结婚吧 妹妹见曼露在婚姻中这么难受 劝她干脆离婚好了 她们就像以前一样一穷二白的过日子 相依为命的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几天后 实在忍无可忍的曼露回了娘家 劝她给朱洪才生了孩子就好了 一句话戳中了曼露的伤心处 做巫女这么多年 身子早就坏了 如何还能生育 然而母亲却说 她嘴上说着胡闹 却不得不思索起之事的可行性 这时她向楼下一瞥 居然看到初恋情人玉瑾竟然在家里 妈妈和奶奶吞吞吐吐一番 竟然说觉得难得玉瑾和家里关系好 既然曼露已经嫁出去了 那和妹妹曼震凑一对那也很好 曼震一听气炸了 她急忙换了身少女的衣服下楼 本想要挽回玉瑾的心 却看到玉瑾将妹妹送得舒适若珍宝 而初恋对她却只有一句话 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 我就觉得非常幼稚 也很可笑 姐姐的一生中唯一干净的时刻就是初恋 而如今玉瑾却彻底打破了一切 极度把她对妹妹的爱染成漆黑 她心里有太多的不甘 妹妹得来的一切都是靠她牺牲而来的 凭什么她被人看不起又一身病 而什么好的都到了妹妹身上 曼露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恶毒的计划 而这时的曼珍还沉浸在和男友的恋情中 她所爱的人叫士君 温润如玉 性格内敛 他们原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 可第一次见面时 士君紧张地将洗筷子水一饮而尽 这一刻的笨拙和单纯 早就深深烙印在曼珍心里 之后两人经常一起爬山 有时约上朋友拍照 一次爬山时曼珍把红手套弄丢了 士君大晚上的还到公园寻找 他打着手电筒顶着冷风认真的查看 士君第一次牵起他的手势久久不肯放开 两人就在长长的弄堂里 来来回回走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夜色深沉才依不舍地分开 曼珍与士君的爱情很是甜蜜 尽管上班就能见到 士君还是忍不住一大早来找曼珍 他笃定自己再也离不开曼珍 总想快一点结婚 还用两个月工资 为曼珍买了订婚戒指 于是两人约定好上门提亲的事情 可一直到很晚他才敢来 原来他收到急报说父亲病重 要他回南京帮忙打理家业 曼珍最终决定去南京探望士君的父母 可谁知曼珍第一次见士君的父母 这天并不愉快 士君是家中独子 父母都是有脸面的人物 得知曼珍的姐姐是个舞女 当时就不同意两人结婚 曼珍躲在后面听到了他们谈话 他悲痛欲绝 虽然和姐姐不和 可他也没办法不认姐姐 成婚的是一时无果 曼珍便先回到了上海 等着之后再想办法 两人分居两地 可依旧深深地思念着彼此 但这时就成了曼璐趁虚而入的最好时候 现在在曼璐心理爱早已死了 所以他不能再没有钱 曼璐知道想要保住自己富裕的生活 就必须牺牲自己的亲妹妹 于是他约妹妹来家里过夜 然后让喝醉酒的祝红彩 糟蹋了妹妹 第二天清醒过来的祝红彩 反而有了些后怕 都是你出的主意 本来二妹对我还可以 你急什么 该急的应该是他 他跟你有了关系 他再恨 能恨到哪去 那他要是不听呢 如果他有了你的孩子的话 怕你赶他走他也不走 到时候 还会告你遗弃 原来他曼璐就打好了如意算盘 想要让妹妹替他们生的孩子 这样他在住家里的地位就高枕无忧了 祝红彩也满意极了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地报答你 像你这么贤惠的老婆 而着急 别忘了 说完曼璐便上楼找妹妹 曼璐求着姐姐放了自己 可是姐姐没接过话 还劝他给祝红彩做小切 你是我的妹妹 做大做小 我哪会跟你争啊 我跟你都是一个八生的 为什么你就那么高贵 我就那么贱 你 你给我回来 你这辈子 休想出这个门 随后曼璐把曼璐关到房间里 不久后曼璐发现自己怀孕了 苦苦等待曼璐的士君也回到上海 试图寻找曼璐 却发现他的家人已经搬回了老家 他只能设法问到曼璐的住处 到这来打听曼璐的消息 曼璐却谎话连篇 告诉他曼璐已经嫁给了玉井 就在他走出这栋阳楼的时候 楼上的曼璐也正被对着窗户思念着他 两人之间的距离 就差了其中任何一人的一个转身 这也酿成了他们一生最大的一次错过 一年后曼璐给祝红才生下一名男孩 住家有后了 他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 曼璐连看都不肯看孩子一眼 便趁在医院的机会逃离了住家 到乡下隐姓埋名做了一个小学老师 闲暇时还会给士君写信 可他寄给士君的每一封信 都被士君的母亲烧了个干净 曼璐等了半生 也没有等到任何士君的消息 几年后 曼璐找到了曼璐 他现在病重道路都没法自己走 他求曼璐回到住家 这几年住红才没日没夜的赌博 已经将家财散尽 只是可怜的孩子才三岁便重病无人照顾 姐姐请他回去看看孩子 曼璐不敢面对那段过去 但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看到孩子高烧的通红的小脸 他很不下心意走了之 只有留在儿子身边照顾他 等曼璐去世后 曼璐为了照顾孩子尾身住家 曼璐这才意识到 原来永远爱一个人 和永远恨一个人是同样困难的 原来他一直在走姐姐走过的路 原来他也会妥协 也会接受曾经他接受不了的事物 他的心中逐渐放下过去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 曼璐和士君偶然间再次见面 岁月催得他们都老了 曼璐开始给士君搅起自己的遭遇 但是当他谈起自己这坎坷的命运时 语气却是如此平淡 士君的心痛如刀割 可这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妻子正在家等他回去 曼璐将被他握住的手抽了出来 轻声地说了一句 他们深深爱过 深深痛过 经历了重重阻隔 最终还是错过 从此记忆中多了些痛楚和酸涩 但人生除了回不去 还有向前走 人生无论如何选择 多多少少都会有遗憾 那就将这些爱与恨 通通留到年老时满满回忆吧 待到那时候 人生的酸甜苦辣都是十分珍贵的回忆